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2020年的3月16號禮拜一 那現在時間的話是晚上10點10分 那今天的話是我玩遊戲的第28天 我已經升到56等了 那在玩遊戲之前的話 其實我有看了一下美股的盤勢啊 就是又熔斷了 那跌了2000多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關心股票 那基本上來講因為 爸爸超人身邊有蠻多人會 就是買賣股票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常常會收到很多的一些詢問 到底可不可以買 那哪些股票可以買 所以我多多少少都會看了一下美股 或是台股的一個盤勢 那給大家一些比較好的建議 那基本上來講我現在是要玩遊戲嘛 那我就不分享這個東西了 我就是很單純的分享 如果說玩這個遊戲的話 那麼可以怎麼樣的方式來賺到一些錢 那我會去研究怎麼樣賺到錢 最主要是因為前幾天把我充裝備 我充到沒錢了 所以我就開始研究到底我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賺到更多錢來讓我充裝備 那有蠻多朋友分享 就是來打這個火藥的鐵球 給大家看一下 像火藥的部分的話 哇真的很容易掉鐵球 這個我待會會去商店 去賣賣一些給大家看一下說 它的單價是多少 那我發現還有個地方也不錯 就是黃金山寨 黃金山寨的話它有一些黃金道人 它會掉這個召喚寶石 那一顆的話可以賣到一千五百塊錢喔 非常的多 而且有些人他一次是收四百顆啊 收一百斤 像這個 這個排行榜人物這個 礦泉水啊 我昨天就看到他有在收 收這個召喚寶石 四百顆 一百斤 我們看一下商城 商城的話這邊也有在賣 特殊 商城的話是 三顆一斤嘛 所以的話三百顆是一百斤 那玩家的話說四百顆一百斤其實是蠻合理的 OK 好我看一下我現在打到幾顆 我現在打到四顆召喚寶石 才掛沒多久而已 OK 所以代表說我才掛幾分鐘 我就已經賺到一斤喔 一斤元寶了 OK 我們來客棧看一下可以賣多少錢 等一下自動要關掉 好OK 我們看一下喔 哇好多東西 你看 這個召喚寶石 一顆可以賣一千五百元 那我有四顆就可以賣到六千 但基本上來講的話我不會想要去賣商店 我會想要就是 累積可能四百顆之後再賣給其他玩家 好就可以賺到一百金元寶了 那這個 鐵球的話我看一下在哪裡喔 鐵球怎麼消失了 鐵球在這邊 鐵球的話它一顆可以賣四十八元 一顆可以賣四十八元 它比較少 但是它 它能夠得到的距離比較高 就是火藥的話通常一次會掉兩顆 但是召喚寶石的話你打這個 黃金刀人的話你可能要打 很多隻它才會掉一顆 好但是 我覺得這個召喚寶石啊它是比較實用的 因為真的很多人在收 很多人在收 我看有一些直播主它好像有公告吧 它一次收四百顆也是收一百斤 所以我在想如果說 好如果說你有很多隻角色或者是可以 你可以多開的話 那麼你可以去掛這些地方 好如果說一天你可以打到 假設說你一天可以打八百顆的話 那差不多就是兩百金元寶 那如果說你有十個角色的話 那麼你一天就可以賺到兩千金元寶了 哇那個是個非常可觀的數字 那當然這個市場的價格是會浮動的 有可能未來掛的人比較多 那個單價的話可能就比較低一點 好但是如果初期來講的話 我覺得 呃來這個地方打這個東西來賣的話 算是 我覺得對於無課玩家來講 應該是個蠻好的一個收入來源 OK 好啦那就是以上簡單的一個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呃就是打到這個召喚寶石來 稍微賺取一些 對啦一些財產 然後可以倡網這個遊戲 OK 謝謝大家掰掰